前面说了蒙古大军一直原本只有20万人马的军队 竟然征服了大半个欧亚大陆 这和他们一流的武器装备有关 不过他们能够横扫欧亚大陆 主要靠的还不是武器装备 而是战术 成吉思汗的部队打起仗来是一块出名的 被欧洲人称之为旋风部队 那么他的部队到底有多快呢 给你举个意思 公元1219年 成吉思汗和他的两员大将苏布台折别 打出了一场神话般的战役 那会儿他们正在攻打花辣子魔国的俄达腊城 因为城内防御攻势坚固 俄达腊城久攻不下 怎么办呢 折别就带着大军浩浩荡荡的撤退了 退到了500里开外 看到蒙古大军撤退了 不仅退了吧 还退那么远 这个城里的守将们松了一口气 放松了警惕开始修整军队 没想到隔天一大早 奇迹出现了 或者说噩梦出现了 远在500里之外的蒙古大军就像长了翅膀一样 突然出现在了城下 城内的守军是猝不及防 被一举拿下 城内的守将们想都不敢想 蒙古大军竟然能在一夜之间行进500多里 这太可怕了 就因为这个不敢想 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城池让人给拿下了 不过说起来这事也不能怪他们 要怪就只能怪蒙古大军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快得一户群长 快得不合常理 不过蒙古大军的行进速度 它怎么能这么快呢 它为什么这么快呢 蒙古马这个品种 我们都知道它特别的矮小 而且活动起来特别的灵活 而且那个蒙古马 它这个生存的环境 导致它就是特别的耐寒 而且特别的适合长途跋涉 这就导致就是整个蒙古骑兵 它是非常适合长期的 或者是远距离的远程作战 蒙古马有蒙古马的优势 不过蒙古大军 被称为旋风部队 不仅仅因为行动速度快 他们的作战方式也奇快 总能够出席制胜 是怎么做到的呢 中世纪时期 人们习惯用同一种方式来作战 那就是以正面为主 攻击和防护 这样的作战方式 对阵型要求很高 得时刻保持同一个阵型 因而这种阵型 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行动不便 蒙古骑兵专门针对这一缺陷 研究出了一种克敌制胜的方法 就是后世所说的蒙古逮射法 让众骑兵正面冲锋 清洗兵在两翼来回传射 与众骑兵形成包围之势 不断攻击敌人 这种方式既灵巧轻变 弓箭命中率也高 总能让蒙古骑兵在战斗中 占据上风 成吉思汗将自己的军事天赋 用到了极致 打造了这支装备一流 战术一流的旋风部队 这也使得他在后来的征战之中 总能够所向披靡是百战百胜 不过遗憾的是 他这一生征战无数 最大的心愿就是一统天下 可是他直到死 都没能看到这一景象 从明天